这是人类从未踏足过的神秘岛屿 他由巨龙死后的遗骸堆积而成 岛上生活着一个男孩 他是人类与龙的后领 在他五岁那年 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亲被人杀害 顿时满腔的怒火涌上心头 他本能地向山下纵身乐曲 下一秒一头巨龙拔地而起 直冲天气 龙族的秘密全部有如他的记忆 原来龙族只有雄性没有雌性 为了繁衍后代 他们是人类的神秘岛屿 只能抓取人类少女 再在少女怀孕后将鲜活的母土反伤 龙之子才能欲火而生 几百年来 人族惧怕龙的威力 只能主动挑选少女陷阱 但有一个男人 他用爱战胜了恐惧 为了救下爱人 他跋山涉水寻找龙的踪迹 最终成功将龙斩杀 而那条龙就是男孩的父亲 得知龙族残忍的繁衍方式 善良的男孩选择了放弃 为了不让恶龙占据自己的身体 他只能躲在山岩中的缝隙 依靠这里狭窄的空间 阻止化身成恶龙躯体 时间流逝 多年后 恶龙早已成为人类世界中的传说故事 曾经残忍的献祭仪式 也成为现在人们的婚俗礼仪 直到这天 公主米拉将嫁给屠龙者的后代 全国的百姓都在为他们祝福 米拉的慰文夫认为 龙族已亡 是一人们唱起了龙之歌 以鸣记曾经被欺辱的黑暗密室 不料 伴随歌声的响起 天空突然狂风骤起 传说中的恶龙竟再次出现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米拉凌空抓起 转身离去 恶龙的再次出现 让部落人心惶惶 作为屠龙者后代的未婚夫 发誓要效仿先辈 斩杀恶龙 救鬼米拉 当女孩从昏迷中苏醒 已经身处一个山洞之中 被抓伤的身体隐隐作痛 她用尽全力想要爬出去 却在洞口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透过山洞的缝隙 米拉看见了她的脸 帅气英俊充满了神秘的抑郁风情 男人拿出草药给公主疗伤 可就在两人肌肤碰吐的一瞬间 发生了意外 龙离开了 男人也没有了声音 公主只能自己想办法逃出洞穴 她在岩壁上砸出了一个出口 可刚逃出洞口 就再次遇到恶龙 她被逼到了一处悬崖 可洞穴里追出来的 却是那个男人 公主意识到 男人就是那条恶龙 非常害怕 脚下一滑 直接摔下悬崖 这个男人是人类与龙的后代 为了保护摔下悬崖的公主 她化身成龙 摔落崖底 公主得救了 她却受了重伤 公主本想借机杀死这条传说中的恶龙 但救命之恩 还是让她无法下手 犹豫再三后 她将男人从海里救了上来 开始细心照顾 米拉用十来的帆布为她挡雨 用温柔的歌谣哄她入睡 希望在她康复后 能把自己送回家乡 夜晚 山顶的寒风吹得米拉瑟瑟发抖 她只能默默靠近男人 从她的身体汲取温暖 隔天清晨 当米拉醒来 男人已经痊愈 她为米拉准备好了早餐和被子 这让米拉很困惑 为什么男人总是反复无常 一边试图伤害她 一边又在保护她 男人说她叫阿尔曼 是龙族后裔 米拉希望她能送自己回家 阿尔曼却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原来她一碰到米拉 身体里的恶龙就会觉醒 她并不想伤害人类 所以多年来一直在与体内的恶龙斗争 然而就在米拉结婚的那日 无知的人类却唱起了龙之歌 将她唤醒 她只能凭借仅存的理智 将米拉扔进洞里 那里龙无法进去 所以她不能送米拉回家 只能等屠龙者来 到时候她会放米拉离开 知道阿尔曼不会伤害自己之后 米拉终于放心 她看得出 阿尔曼其实心地善良 并且一直在照顾自己 关心自己 所以她决定 帮助阿尔曼摆脱困境 像人类一样正常生活 两人在小岛大气小屋 布置装饰 生活在了一起 她们去海滩嬉笑玩闹 感受大海和沙利 去悬崖放肥风筝 感受威风和晚霞 米拉放下了所有戒备 两人逐渐暗生停塑 宛如一对神仙眷侣 女孩准备在一百度的温泉里泡澡 这里的水质清澈透底 这里的景色美如画卷 最主要的是 这里还有一个八块腹肌的美男子 然而在她俊朗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一个惊人的身份 龙族后裔 虽然公主米拉和阿尔曼 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但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随着接触的深入 阿尔曼开始控制不住体内的恶龙 甚至岛上曾经焚烧女孩的一幕幕 经常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她不希望米拉也成为其中之一 于是她只能狠心说出绝情的话 将公主赶出岛屿 远离自己 伤心的公主驾船离开的岛屿 中途遇到了来拯救她的未婚夫 为了保护阿尔曼 公主告诉他们 恶龙已经摔死 一行人便回到了王国 继续没有完成的婚礼 与此同时 在岛屿上 失去米拉的阿尔曼万念俱灰 没有米拉的日子度日如年 她无比痛恨自己龙族的身份 她想自我了结 婚礼前 米拉的爷爷嘱咐她 要和她爱的人在一起 听从自己的内心 只要有爱 一切都不是问题 米拉看着手上用纸折成的龙 以前她总也飞不起来 现在却腾空而起 在所有族人的注视下 公主重新穿上了礼服 再次躺在了船上 婚礼正式开始 未婚夫在河岸岭里边 用绳子将船拉向自己 但公主却一点也不开心 她知道自己爱的 并不是今天要结婚的人 米拉突然坐了起来 她最终还是无法欺骗自己 她爱上了恶龙 在未婚夫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米拉摘下了结白的头纱 布洛顿时一片哗然 气急败坏的未婚夫 拿着绳子使劲拉 公主却直接把绳子取掉 她慢慢的站了起来 大声唱起了龙之歌 她要召唤龙 顿时急风骤起 她来了 卫婚夫想阻止 却被卫兵揽下 其实她根本不爱米拉 只是想继承她爷爷的爵位 恶龙把米拉扔在了祭坛上 仰看就要被烧死 米拉突然抱住龙 吻了上去 她爱她 爱她所有一切 阿尔曼也顺从了自己的内心 不再拒绝米拉的靠近 两人紧紧依偎 故事的最后 他们结了婚 有了可爱的孩子 阿尔曼化身为龙 和米拉一起自由自在 遨游天际 少女和恶龙 美好的童话 幸福的结局